2日下午 美国国会大厦遭到车辆突然闯入装机事故 昭示车辆冲向国会大厦的北部入口 撞伤两名国会警察 美国国会警察局代理局长 尤加南达·皮特曼随后表示 被撞伤的两名国会警察其中一人已经死亡 另一名警察还在就职当中 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察开枪击毙 警方也在该嫌疑人身上发现一把刀 目前警方已经封锁国会大厦 并引导国会内部及附近的所有人员 留在室内并远离门窗直到威胁解除 4月2日美国疾控中心CDC宣布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个人 可以在美国境内恢复旅行 CDC主任瓦伦斯基表示 接种疫苗后的个体被新冠感染的几率不大 但鉴于目前美国和国际新冠病例仍在增加 他个人并不赞同开放旅行 据CDC统计数字显示 全美已有5600多万人已经完成疫苗接种 截至2日 超过1亿人至少已经施打一剂新冠疫苗 美国总统拜登的2.3万亿美元新基础设施计划的一部分 是要求在拉斯维加斯和洛杉矶之间建立美国铁路公司的连接 随后 美国铁路公司公布了在美国各地更新服务的计划 从南加州到凤凰城或图森的连接也是该向基建计划的一部分 媒体在推特上回应称 媒体将在全国范围内创造就业机会和改善公平 并已经准备好交付 美国需要一个提供频繁可靠可持续和公平的列车服务的铁路网 现在是时候了 把铁路作为解决方案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乌萨玛拉比耶一日表示 埃及方面可能将就长次号货轮搁浅事故寻求约10亿美元的赔偿 这一数字是对运输费用疏通造成的水道损害费用 以及设备和人工成本的粗略估计 不过拉比耶没有具体说明运河管理局将向哪方寻求赔偿 台铁泰鲁格号408次列车当地时间2日上午 行至花莲县大清水隧道时发生出轨事故 事故已造成至少54人死亡 156人送医 仍有多人被困 据介绍 列车在大清水隧道出轨造成车辆擦撞隧道壁 第二及第三车厢出轨 第三至第八车厢位于隧道内且部分变形 这辆列车满员为374人 事故发生时几乎客满 花莲县警察局长蔡丁贤指出 依据初步了解肇事原因 应该是铁轨旁边一个工程车停车不当造成滑落 车辆整个吊在铁轨上造成这次交通事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